早在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前,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已经多次放风,预计本年度将录得巨大赤字,最终今个2223年度录得1398亿综合赤字,比原本预算560亿多2.5倍。 至于财政储备,就由上个年度的9000多亿跌至大约8173亿,北马威中国税务合伙人何嘉辉说,这次财赤的数字属于意料之内,地价收入有相对大的影响。 其实市场上,会计界大概是预计12亿至15亿的区间,所以144亿都不是偏离很大,大家都可能看得到头三个季度,尤其是卖地,或者是保地价等的收入,其实都有公开的数据,也都是见到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缺口,近期见到有一些土地的拍卖,譬如官堂,或者赤柱,或者 最近的小豪湾都有流标的情况。 面对公共财政压力,财爷强调除了折留,也都需要开源,最重要是做大个饼。 下个财政年度开始,注册物业将会引入去年公布的雷进差响制度,预计每年可以为政府带来超过7亿收入。 政府不断强调需要审慎理财,但到底政府的财政储备又是否这么悲观呢? 根据世仁2021年的数据显示,香港年同黄金在内的财政储备有4968亿多美元,全球排第七,排名比英国和德国,以及同样处于亚洲的南韩和新加坡。 看回很多不同的地区,其实都是在一个不错的程度和水平。 其实我们现在八千多亿的财政储备,其实可以够政府,就算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,都可以有12个月的洗费。 但是要留意,某些钱有特定的使用。 比如我们有未来基金,比如我们有外汇的基金,其实都有它特定的用途。 何家辉说香港未来经济相对乐观,但洗钱要有针对性。 虽然估计未来两年都是赤字,但预期整体经济收益会有进账。 预计二、四、二、五年度可以转归为营。 广播新闻网记者李浩然不道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